Facebook持續近一個星期的澳洲傳媒封殺令 未來幾天會解除 因為澳洲政府同意 就科技企業用新聞付費法案作多項修訂 重點之一是仲裁機制 包括容許科技企業和新聞機構 有最多兩個月就新聞收費談判 政府不再強制仲裁 如果雙方分歧持續 才會委派仲裁員介入 決定收費價錢 另一項修正 是若果數碼平台能夠證明 對當地傳媒業有重要貢獻的話 澳洲政府就不能夠強制數碼平台 給新聞費 負責推動法案的澳洲財長弗里登貝格 說修正令到指引更加清晰 確保新聞機構能夠獲得公平報酬 形容澳洲正是代表 全球有意效法立法的國家 同Facebook和Google展開規管戰 修正令科技企業有更多時間和新聞機構初商交易協議 但亦意味科技巨頭不能再濫用壟斷地位 迫新聞機構接受對它不利的協議 今次被視為澳洲政府勝利 Facebook形容 修正平衡社交平台和新聞機構互惠互利 但強調一旦澳洲政府決定規範Facebook 會再推出封殺令 有線電視劇宅 吳景儀報導